再來這是中國管委的培讀專家 張南山 選領研究團隊發表的論文 他說這個武漢遺憾培讀的尖學期 最久可以到二十四天 不過台灣的專家沒人動 說過幾十四天 所以台灣風域用十四天是真實的 另外台灣的疫情也團出到好消息 這個第十個 這個拜託可以順利出議 這個研究論文是中國管委 培讀專家張南山 斷領團隊發表的 理工醫救先行關政培讀研究 收集全中國31千的一千三百三十四個案例 本來這次接浩基上等二十四天 而且沒百度超級團補這些存在 台灣的醫師有沒有一樣的看法 是這樣子那大概是合理的 二十四天就幾乎是就是 可能是千分之一的機會 國務前委員會 台灣通報一千五百二十五名 二十八雷 一千三百六十三名白毒 十八名確診 這十八名確診 更後來總統穩定 第一例已經出院 第十例兩處差驗都是陰性 當台專家變國後 最近這禮拜就能出院 另外也有四百五十人是確診 更後來未設接觸者接觸期間企業 就怕出現金錢到不正常的患者 兒童跟青少年 這些人他們比較可能是無症狀 因為病毒感染以後 沒有太大的效率 那一種人就是免疫力不太好的人 這個病毒讓你發病 一部分是靠你的免疫傷害 如果你免疫力不好 你的免疫傷害低 你症狀就不明顯 面對武漢悉嚴 各國都在走出改風 希望可以透過不同的研究 為檢訓疫情 帶來希望